恐怖,SNH48万丽娜宿舍被非法入侵 网友好好保护自己加油 8月24日凌晨,SNH48成员万丽娜在微博上透露自己的宿舍被人非法入侵 防盗窗被卸掉,东西有的被偷了有的被翻乱了 已经报了警,正在协助警方调查 随后,SNH48成员林思义向粉丝透露没有人员伤亡 没有贵重物品丢失,入侵者是变态的机会比较大 而当事人万丽娜情绪恐慌,于无伦次 需要旁人协助表达事件经过 万丽娜没有在事件中受伤,她仍很安全 录完口供之后就到了林思义的房间休息 林思义安抚粉丝,说等万丽娜的情绪稳定之后 就会跟粉丝报平安 但万丽娜的粉丝对经纪公司的做法感到不满 有网有骂公司只懂得圈钱 完全没有考虑过艺人的安全问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